马老师好 我是建大土木工程学员的一名学生 我叫沈宗元 我发现您呢 不仅是一名文物鉴赏家 同时还是一名有着 十年工作经历的文字编辑 还参与过许多影视剧的编剧 我就特别欣赏 羡慕您这种能够涉猎诸多领域 而且还能颇有沉浸的人 现在我们流行一个说法 叫做斜杠青年 就是不满足于单一职业 而追求多职业多种多元生活的一群人 我觉得您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斜杠型男 如今的社会选择是多种多样 年轻人又喜欢多尝试多追求 可是年轻人又容易且尝辙止 流于表面 所以我想请教马老师您的问题就是 在诸多兴趣领域当中您是如何做到平衡的呢 谢谢马老师 我是这样 我是一个对所有事物都感兴趣的人 我什么事情都感兴趣 人一生中啊 保持一个兴趣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你生活中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 这个生活就完了 那生活中什么有意思呢 有很多你看似貌似无用的它可能也有意思 积极的人生态度 你要有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那我在年轻的时候呢 当然我很早就喜欢文学 文学我曾经认为是我一生的梦想 文学确实能给你生活 这个以滋养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你再不怎么着 你自个儿独自一个人走向远方 自个儿对着大漠孤烟冷封一首诗 也是一种享受 那是不是太小资了 不是还有诗和远方吗 那么我年轻的是因为喜欢文学呢 曾经从事过很长时间的文学工作 比如我做过文学编辑 但是我在做文学编辑之前 我做过农民 做过知青在农村待过下乡 做过工人 我从小军营长大 所以工农兵我都特别熟 我现在还觉得 当年我在工厂的那五年多 不到六年的时间 对我有很大的这种逻辑思维 包括看图 你学的土木工程对吧 对 就你那土木工程那图我全看得懂 因为我在工厂天天看图 空间感很好 这些对我就甚至对文物的判断 都是有好处的 你说你学机械加工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是看图 比你看得明白 随便一个东西 我都能记得清楚楚 这些都是早期的一个训练 对吧 所以当我去喜欢文学的时候 做了文学编辑 那就认识了很多人 认识很多人呢 我有一个态度 我觉得人生不是说 非得什么事都尝试啊 你尝试必须要有一个判断 我刚才说了 凡事要多想一步 就是你尝试这个事 如果你没有可能 你就不要去尝试 人生还有一个词呢 叫荒废 你浪费时间是个非常不值的事情 所以去尝试之前 要对自我有一个判断 那我当时呢 就是做文学编辑以后 也做过一些编剧什么的 但我认为我的创作力是有限的 我为他人做价是好的 所以我做编辑 那很多你们知道的 著名的作家当年 都是我的作者 我跟他们都很熟 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 所以他们对我都很毕恭毕敬 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是没有像现在 人和人之间都有更多的 复杂的利益关系 那时候都没有 都是朋友之间 那么后来呢 我知道我不行了 我为什么哪儿不行啊 人生是这样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知道你哪儿行 不重要 你重要的是 你知道你自己哪儿不行 这最重要 你知道不行的 你就绕开 你如果觉得我在这块地方 是弱的 我觉得我没有可能 我很清晰地知道 我就要尽早地 隔断这个事 所谓断臂 我们过去的文化 不是这么告诉你的 我们文化告诉你有智者 视镜城 我们的文化告诉你 明知山幽虎 偏向虎山行 你是武松行 就你这体格 明知山幽虎 你偏向虎山行 老虎说我信的就是这句 对吧 你过来 你不就为了他了吗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不行 知道自己不行 不丢人 很多事情 不行就是不行 你看我能说吧 我在这儿 啪啪啪说 我什么事 我也不慌不慌 我演不了电影 我被我那个朋友 拉去当演员 就别提自己多丢人了 我一上去我就傻了 我只能演我自己 我演不了别人 我不是干这行的 有无数个你们知道的大导演 都找我去演电影 演不了 去年 于谦有个电影 叫老师好 那是我的处女作 我在那里演一老师 就一台词 就一句 我死活我记不下来 就说这孩子还挺聪明的 我就想不起来怎么说 我一看那孩子进来 我就慌了 面儿再见 老师们再见 老苗 这班长挺精干的 然后 电影一播出 有人跟我说 你一点都不像你老师 我说你 我像什么呀 他说你像一校长 所以我知道我不行 我就要躲开 那你人生也是这样 你不行的事情 是躲开 如果你觉得你行 你愿意当这斜杠青年 你可以人生去多尝试 但是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我自己要努力 天下没有一个事情 你不努力就能成的 谢谢你的提问 感谢马老师 马老师你好 我爸爸也是一个古玩爱好者 他平时喜欢买一些老物件 但是他眼光不好 我妈妈经常为此抱怨他 这让我很不开心 那我想问 在您的经历中 有没有上过档呢 那如果你印象最深的是 哪一次呢 是这样 如果我上过很多档 能减轻你父亲的痛苦 我愿意上档 谢谢马老师 我们觉得古董 买错了 就是一个上档 是吧 你喜欢收藏买假的上档 其实你在上档的时候 你会获得一个知识 要不然你不知道是上档 人生活中是这样 你做错一道题 有数致命的一道题 你会永远记住 你多少年以后 记住这个致命的 错误的这道题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人生中很多是追求过程 你做题没有错过这道题 你可能做题的这个过程 就忘掉了 未必将来有用 我们人的成长 就是在错误中前行 我们上面刚才已经说过 你有个错误 你判断失误 没有什么 你人生追求的内心的乐趣 我想你 你父亲也不可能 花很大的钱去买 是吧 你说你花一个亿买错了 你很沮丧 花一个亿的时候 一般都错不了 你就是上地摊 一共花了十二块 错就错了 是吧 下回吃饭的时候 少点一菜就回来了 谢谢你的提问 好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管理学院的薛一丁 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 现在有很多成功人士 会给我们年轻人说 你们还年轻 你们有很多机会去试错 所以不要害怕 可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诉我 有时候一次犯错 带来的连锁反应 是自己承受不起 我在大一时候 因为家中的一些变故 所以需要在医院进行陪床 导致我大一挂过科 可是不管我之后的成绩 再怎么靠前 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HR总会觉得 我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学生 对我有些偏见 所以您对于年轻人 有试错的这个机会 您是怎么看的呢 好 问题很好 试错 人类 只大的是人类 小的是涉及到个人 我们生活中希望 我们每一步都走对 但不幸的是 我们每个人的每一步 都会走错 问题是在下一步 你有没有纠错的可能 我们经常看动物世界 你比如你看动物世界的 非洲的猎豹 在非洲的草原上 发现邓铃 立刻启动 它从A点启动 邓铃在B点逃跑 最后 在C点 猎豹把邓铃摁住 那么这个过程 不是猎豹的每一步都对了 是他每一步都错了 只不过他下一步 再纠正上一步的错误 当邓铃逃跑的时候 他一定跑出一个 你是意想不到的曲线 猎豹追逐他的时候 在后一步修正 前一步的错误 所以他才能C点 获得猎豹 我们大部分人会认为 他每一步都是卖对了 其实他是每一步都卖错了 如果最正确的路 他应该直接跑到C点 把它按住 但是问题是 汤姆逊铃不会跑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回答你的问题是错 我们如果不希望 我们的人生犯错误 重要的一点叫 凡事多想一步 不需要你想很多步 就多想一步 我这么做 下一步会有什么结局 这个对你一生是有极大好处的 我不能要求过高 说凡事你得先想三步 你就晕了 对吧 你一般人下棋的时候 为什么你老下柄 你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高手下棋 他就是走一步要知道下一步 你再高手下棋 他就走一步知道 后面若干步 所以你自己凡事多想一步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不管你是不是去工作 你凡事多想一步 一定要比别人获得成功的概率大 那么从试错的角度上讲 试错是我们每个人并不愿意的 试错无非给你犯错误一个借口而已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错了 也不可怕 你知道下面如何纠正 至于你说什么应聘工作 就因为这个什么以前挂过科 我觉得这个事不是最重要的 那可能是招聘人员对你的不聘用的一个借口而已 所以不必过多的去惦记这件事 就是你不必过多的惦记你心里的这个结 每个人是一定要放下这个心结 我认为今天的社会有一个好处 起码比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好处 就今天的社会不埋没人才 只要你有本事你一定能够出来 但是看你怎么出来 一定做事不畏小 从小处做起 谢谢你这提问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你好 我叫蔡小金来自建大的建筑学院 简称建院 六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西安的时候 我对她特别失望 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灰蒙蒙的 跟我想象中的长安城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这两年随着这个短视频文化的发展 西安成为了一种网红城市 前段时间那个大唐不夜城的 不倒翁小姐姐在网络上爆红 我一方面就觉得特别开心 大家对西安的关注和喜爱 另一方面呢我就在思考 就是这种短视频的快餐文化 对那些真正的历史文化 和一些艺术瑰宝到底是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它是一种机遇还是一个挑战 不知道您怎么看 这个 我能问你一下 你是哪儿的人吗 我是福建人 福建人 南方人 福建人一般都说我是湖建人 可能因为我在西安待得久了 大唐的这个不倒翁 我想在座的人 可能你们更清楚一点 因为他既然爆红了就应该知道 这个不倒翁呢 其实我在欧洲看见过 他就是欧洲的城市里 经常有这种街头表演 我就看到过 他那个更夸张 他一下子跟甩出来似的 我刚才就在想 如果我今天也是一个不倒翁 在这儿讲演 可能最后你们都得吃运车药 就是 是吧 它是一种形式 你对大唐 对这个长安的认知呢 理论上应该是 长安十二时辰的那个样子 对 那个是你梦想中的长安 我们曾经确实有如此绚丽的长安 但是历史是漫长的 历史中是有起伏的 跟你一生没什么区别 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 我们的城市通过这些年的建设 已经比原来好很多 不倒翁姐姐是吧 我叫她姐姐有点不合适 我叫她姐姐 她一会儿门口就堵着我 就说你怎么跟我这么过不去 是吧 就是叫妹妹也过不去 就是这个不倒翁闺女吧 她这个代表长安呢 我觉得主要是她的 一个是她的服饰 还有一个是她这个 街头艺术的这个新颖的形式 我是特别希望一个城市 有很多街头艺术的存在 因为我们去国外的时候 尤其在欧洲有大量的街头艺术 这种艺术呢 有各种形式的表演 比如雅剧的 话剧的 音乐的 气乐的 唱歌的都有 那是一种文化的自由表达 那么长安 西安这个城市 我觉得长安听着就更好一点 长安的本身的意思就是 长治久安 西安的西本身就是个位置 从人文的角度上讲 没有长安那么富有人情味 那么它代表一种文化 文化呢 它的各种途径很多 那么这种不倒翁 可能算是一种文化 但理论上讲呢 它是 就是快餐文化的出现 我相信 像这样的红 它是有时间段的 到一定程度 大家就疲了 那么 我们现在这种短视频 无可争议的是 我们刚才讲 信息加智能的革命 把各种短视频 推到你跟前 短视频我也看 我有时候也特爱看 为什么我看到中国人的精神的 各个层面 我也看到有很多 身怀绝技的人 比如我看到那种 特别肥胖的人 就是突然在那 翻跟头 我就特别相信 安禄山的胡玄武了 我原来老不相信 我这一三百多斤的胖子 他能赚多快呀 当我看这种胖子 居然能遮跟头 那我就相信有这个 就是说你还是 有很多信息的提供 但是有一点 无论今天的这些 短视频短信息 给你多大的营养 这东西一定是有营养的 但是 它跟零食一样的 你不能多吃 你天天靠零食 是不能生存的 你还要靠正经的吃饭 那你学习中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知识的 系统的掌握 你学什么 你的专业 你一定要对得起 你的专业 所以当人家跟你说 你的专业的时候 你不能说 我不清楚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 好吧 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您 如果您有机会 可以回到过去 您是会选择 回到某个 曾经重要的时间节点 修补遗憾 还是回到 曾经最幸福的时刻呢 我愿意回到 不成功的时段 修正我当时的失误 但是有一点 人生节点一旦改变 后面就全会改变 所以我们人生 不再做假设 我们是把未来的日子 要过好 对于我叫余生 对于你们叫未来 在大学生选择专业方面 您觉得在追求理想 和注重现实两个方面 应该达到一个 怎样的平衡呢 如果你未来想找一个工作 我倒是建议 你奔着你的兴趣去 因为兴趣最能支持 你把这个事情走到头 你保证你的兴趣 你就会提高你的效率 你就容易获得成功 像我们注定要处在 世界边缘的人来说 我们的人生意义 又该如何定义呢 今天的世界 不可能给任何人 一个中心的位置 我们从内心上 应该知道 我就是我的生活的中心 我只要不妨碍别人 我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问题 谢谢你 好 谢谢马老师 对白 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 感谢新历程 独家冠名 本次公益活动 学口才到新历程 马老师 您好 我是来自 基电工程学院的 一名本科生 同时我也是一名 抑郁症患者 在我和长辈 聊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总是跟我说 你们现在生活过得这么好 可比我那时候 强太多了 为啥你们的心理 这么脆弱呢 其实我们 抑郁症患者的世界 很难被正常人 所理解 所接受 我今天在这里想 借这个平台 为抑郁症患者发个声 此外就是我想问一下 马老师 你在面对一些消极的时候 和一些压力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呢 好 我觉得你能够正视自己的 这个抑郁症 首先就是能够 摆脱它的一个前提 我看过一本书 是一个美国精神病 学者写的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在精神上 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激患 得精神病 跟得感冒一样 容易得 容易好 我们每个人都 设身处地地想自己 就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就有这一段日子 做事索然无味的时候 这时候你都是 你的精神上 进入了一个狭窄的通道 我觉得抑郁 这个我也抑郁 我真的 有时候我也抑郁 就是有点想不通 每个人都有 这个没有什么很丢人 我们过去中国文化中的 对精神病患者 都认为精神病 这个词 这不是个好词 比如有人之间 说你的精神病 那这个本身就是歧视的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上 跟肉体没有区别 肉体是可见的难过 比如你的疼痛感 是可见的 精神上呢 看不见 就很难被别人理解 我们如果能够 每个人都能正视自己的精神 卫生 那我觉得呢 我们就可能 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中 走出来 比如 我刚才实际上是在讲 如果你认为 你的生活是悲观的 你一定要用乐观的态度 对待你悲观的生活 一定要强化自己 人很多时候是强化的 你比如说 我站在这个台上 人家说 你上去慌不慌神 你上去慌不慌 你自信不自信 我告诉你 所有站在这个台上 能够自如说话 自信的人 全是装的 你们相信吗 我就是装的 你看 你们死活不信 他是这样 就是你装到一定程度 他才变成一个自信 每个人第一次 你要当着这么多人说话 你一定是心里胆触的 为什么要早期 有这种训练 你看西方教育 就让每个孩子 都不停地说 他就是强化你的自信 我有一回跟普存心聊天 就是我们在后场 上去也是演讲 什么我记不住了 我跟他聊天 我说 我说我为什么这么上台干什么 我还是有一点紧张 他说那是最好的状态 他说这个演员最好的状态 就是适度紧张 只要有适度紧张 你就比较警觉 然后你就比较表达的比较好 如果你特泄松 你上去就是永远的泄松 你就不好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以你的积极态度 去对待这件事 刚才我说了 我再说一笔 这句重要的话 就以乐观的态度 对待悲观的生活 谢谢你的提问 希望你早日康复 谢谢马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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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